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99國藥 36.16元 請問前景和上網是多少 嗯 明白 36.1元買入1099國藥 今天跌幅超過2% 逆市下跌 看之前走勢 是急急向上的形態 Rafi 如果他36.1元 你建議他什麼價位置讚好呢 如果以1099來講 雖然今天就相對叫做逆市下跌 但就像剛才也說到 之前一直以來都處於強勢 變相一直以來升那麼多的時候 反而他在高位叫做少少的反方調整 我覺得都正常的 我覺得又不是說什麼特別新的因素 而且本身國藥來說 特別基本面我覺得都依然是比較不錯 因為主要他旗下的分銷業務方面 我覺得都是前景還是理想的 他特別分析的對象 都是可能把藥買回很多不同的醫院 變相覆蓋面這麼廣 對他的業務來說 我覺得就真的不是太擔心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拿貨的時候 我覺得就持有著 但當然說真的 你36.1.6元 都叫做貼近近期的高位少少買落 所以這一刻 是不是可以這麼快定到指責位 或者怎樣呢 我覺得就難一點 因為如果以這一刻的走勢來說 短期一點的支持就是10天線 10天線正正在大概36.2元附近 一方面距離現在不算太多的稅位 二來如果真的一穿10天線馬上走 賺得一毫子左右都未到 所以其實你是否考慮這麼貼去指責呢 我反而覺得與其都跟現在的位置差不多的時候 可以定闊一點 假設是再下穿的 這樣才一點點止蝕離場 但如果不穿的話就先拿著它 所以我覺得比較大的位置 你可以嘗試看大約50天線 大概34.8元這個位置 如果一直以來 特別是由二月初突破完50天線之後 沿著一浪居一浪之餘 更加都未真的跌穿過50天線 以回之前四月份五月份也好 曾經試穿過之後就站上去 變相我覺得暫時來計 這個中線的線路位置是有一定支持性的 所以只要中線來說 不跌穿大約34.8元 我覺得你可以先拿著 反而上面來說 如果能夠突破今天 或者昨天的高位37.5元之後 可以的話 以翻借40元樓上做目標價 嗯 我說明白 郭小姐還有沒有其他的股票問題可以幫到你 沒有了 謝謝 多謝你 多謝你的查詢 我們這個時候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林小姐的 林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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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那隻8179 還有1246 又公股又合股 那應該怎樣做 其實又在高位賣 嗯 明白 我們先看看8179好嗎 是 8179新主義控股 今天升百分之四 這隻股份你在什麼價位賣了 213 213 213 那時候買的 213 他公股的時候 我又 5毛錢的時候 好像 10幾 103 左右 我又再公過一手 現在他又合股 我10合1 那我究竟應不應該 繼續合股 還是走了去算 分幾千元 嗯 就是現在虧了是嗎 是啊 嗯 我說明白 那都問一下Wafi的意見了 這隻股份 8179 他之前又建議是股份10合1 那6月28日就生效了 每手價為12000股 這隻股份 他兩毫多資金買入 都見到其實最近的股價走勢 都是在一個低位橫行的格局 沒有什麼突破的 建議他什麼價位可以考慮指示呢 當然如果這番新主義來計 看回你剛才說的 有公股有合股的因素 那個公股應該就是去年年中我做了 二公一 當時公股價是10.5千 但不要管了 就算那個公股價好 或者當時搞得好 現在看回都是不斷下跌的 即是公元股之後都是在虧 這個是要告訴大家 但到接下來 6月28日就會隨正變成10合1 當然10合1方面來說 對股價或者對實質的影響性有沒有呢 我覺得影響性不算太大 因為你10合1 只是把股價合成 即10股合成一股 而且每手單位會改變 但你說對股價 會不會像之前大家經常說的 配股 公股 這麼大影響性 應該就未必會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 也再拿一拿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 之後抽高一點 才考慮走 因為始終 說真的這些股份 實質業務 就沒有什麼分析 我覺得又不會有太大的一個 特別憧憬在這裡 其實成交又不算太過活躍 那這些是 純粹博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抽高一兩股 考慮高一點 鬆一鬆綁 那以暫時還未合股之前的走勢來看 今天就慢慢想試到10天線上 如果能夠站到10天線上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在合股之前 可能會炒一炒上 但是三仙樓上的水位 我覺得你可以上那些位 先減一減 我覺得 就算你現在怎麼走到 你都應該虧損到一定水位 但我覺得如果能夠上三仙樓上 尺量可以減一半 或者減三分一的貨 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去到那些位 考慮走一走才會好一點 好啊 另一隻股份你是問1246 林小姐 是是是 那些1246 我平均就2.05那樣買入 那現在誰不知 一說供股之後就倒下跌到 現在只剩一掌 之後還要20核一 之後又再供11 那究竟我究竟我繼續持有 繼續供它呢 對啊 林小姐,你真是不幸運了,選了兩隻股份都是這樣去 是啊,你應該基本面去找一些好一點的股份 我們看看這隻1246,這隻股份 3月底建議股份25合一,緊隨著進行二供11 發行54.78億股,公估價1號6,500元 比起公佈的消息之前一天,理論價折扬了5.8有多 集資總額9億多,之後見到股價急拆去到一仙 再看圖表,去到一仙之後就沒動過了,停了 這隻股份又要怎樣做好呢?Wafi,有沒有機會上去 當然上去的機會性,我覺得比較微一點 完全沒有可能,但我覺得真是微一點 但唯一可以做的一個做法就是 始終現在一仙一定不動 跌就不會再跌了 因為最低的價錢 所以你說現在合股是在所難免的 即是他去到一仙,一定是做合股 令我價格大了,才有機會動一動給你看 如果這番暫時25合一的長選日 是6月15日 即是6月15日之後6月16日 就會合股 變相那天 其實我覺得是 給你走的 因為剛才提到合股之後 他會再做公股 二供11,一來公股比例非常辣的 二來公股價16.5仙 計算你兩仙,是5成的 即是一來公股條款不漂亮之餘 更加公股大幅度折弱 即是變成你到時 差點說,繼續持有著 是迫著局供的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這個公股的因素在16日除淨 變相剛才15日就除淨合股的東西 16日之後就會除淨公股的東西 所以剛剛中間有一天 是有機會是 走 合完股之後 才有機會做公股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後果那天 考慮先走 因為合完股之後有機會 價格會移動 有機會反彈多一點 即是不要理了 我覺得都 考慮先走 因為始終講真一句 你即是 差點說 到時走一定是虧的 但起碼你那一刻虧 也好過你之後 不供又不知道怎樣 供了更加又不知道怎樣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趁著那天 可以的話 考慮先走貨會好一點 好啊明白 林小姐還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可以幫到你 Hello 16號 是16號 地產股是嗎 16號 是 新地 那新地你有沒有貨的 本身 喂 不是不是不是16號 不是16號 我想問那隻是 18006 80006 是 80006 OK 華泰瑞銀的 這隻股份又有沒有貨呢 有啊 我有貨 是 我看這個 6號7的時候入貨 之後 4、7的時候入貨 怎麽知道 又是一夜跌下來的 哇 你哪裏聽回來 這麼多這些股份呢 自己亂買的 OK 好啊 6號幾有貨 4號幾都有貨 5華泰瑞銀 看回 之前就 6月10號 公佈了 它是會 股本重組生效日期來的 公司就已經獲得開 萬法律顧問 知會 6月2號 批准股本削減 在法院進行零訊 實施股本重組的日期 就是定了6月10號生效 又建議它 什麽價位去指示好呢 一樣 6月10號這個生效因素 它說了是應該20合1 6月10號之後就會20合1 到時價會大一點 我覺得也一樣 始終沒有辦法 你都是趁價 有機會是動的那一刻 你就要考慮去走 因為其實你選擇這麽多股份 一來跌到下去 差不多 無法跌 之餘 更加越來越是沒有成交 也都沒有任何基本面可言 所以反而有機會借著合股 或者這些小小的公司行動 而價格是能夠動一下的話 你考慮走去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到時10號 那天或11號回來 是彈高了的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走去才會比較好 留意著兩日後 好 多謝林小姐的查訊 希望幫到你 節目時間差不多 Wafi 我們剛才說過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 多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進一會 回來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